刚刚结束了广州演唱会 张亮颖马不停蹄又赶到北京 参加罗格自传中文版 计谋杂志伦敦奥运战略启动仪式 在现场张亮颖更是授予了 该杂志伦敦奥运大使的称号 让亮颖开心不已 说实话对于我来讲 大家都知道体育是我的一个业余爱好 平时比较喜欢运动 但是这些年因为工作 说实话会疏离了一些 所以我特别希望有这样的一个机会 重新找到以前的那种 特别强烈的对于运动的一种激情 另外一方面我觉得对于我自己 也是一个是一个调整 我不想把工作作为我的全部 然后并且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难得的机会 可以近距离的接触这样的一个体育盛事 虽然身处音乐界 但是平时热爱运动的张亮颖 最喜欢看的就是羽毛球比赛 她也透过镜头 向在努力奋斗的奥运舰儿们 送去了祝福 其实就像今天唱的这首歌一样 我有这一个信心 觉得中国的选手们 都能够取得非常好的成绩 那这一次也是希望 希望大家都有好的表现 希望更多的记录被刷新 我觉得 希望更多次的五星空旗 可以在伦敦的上空飘起来 我每个人都能够取得很棒的 让我来拍照 希望各位生日能够取得很好的